1. 立碑方向立碑要和点穴立象的方位一致 很多朋友都知道阴宅风水的细节 立象有24山项,360分乘24分是15度 也就是说15度一个山项 如果立碑的山项和坟地学位的山项不符合 有可能会造成差值毫厘,6以千里 点穴立象是阴宅风水最关键的环节 不能小视,它关系到后人的人气旺衰,健康,事业 对哪门后人更有利的问题 记住东北的更方位,一般情况下不要立碑 因为传统的更方位鬼门 在此立碑容易家人不安,阴气很重 闹鬼气怪异之事 二,立碑时间给故去亲人立碑 要选在一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时间段 一年里面有清明前后,农历时初一前后 还有年底拉月前后为好 具体的时间要选个黄到几日 千万不要和以故立碑的人泛冲 防止给亲人带来不利埋下后患 三,墓碑和墓穴的距离墓碑和墓穴的距离不能特远 也不能特近,一般是距离穴位的九寸到六尺之间为宜 记住墓碑和墓穴,尽量不要零距离接触 特近,容易影响墓穴的风水效果 特远墓碑和穴位不能互相接气 具体远近要根据墓碑和穴位的建造情况来定 四,墓碑的碑文碑文主要有以下三部分组成 一,抬头,抬头主要写死者的生前职务,职业等 有的也可以省区部写 二,正文,主要写明立碑者 对死者的称谓,及死者的姓名 如先考王军宗大人之墓 三,落款,写明立碑人的身份,姓名 立碑时间可写可不写 有政绩和功绩的人们,还要刻上墓志明 墓志明常常有标题 正文和落款三部分组成 很多人为了省事,把生者和死者的名字刻在一起 比如俩夫妻有一个故去,把生者也雕刻在墓碑上 杨老师认为,这个不很恰当 活着的人上墓碑和故去的人相伴 总不是一件好事,你可以留下位置 等以后补上,也可以等以后一起立碑也可以 立碑行文,考,原指父亲,后称已经死去的父亲比 原指母亲,后称已经死去的母亲先考 对以离世的父亲的称呼,先含有怀念 哀痛之情,是对以死长者的尊称 先比,对以离世的母亲的称呼 先考,对王父的美称,显,兴徐前学独立通讨神主 古人于祖,靠吉彼之上,皆加一皇字 但原大德朝使照改皇为险,以世数不得称皇也 不知皇之取义,美也,大也,除非取君子之义 险,取其德行昭著,生命远波之义 显比,对王母的美称 也就是说,先考和先比是尊称 表尊重显比和显考是美称 表赞美提示,真正的明已要结合生辰八字 全面的分析才能有准确的定论 改变运气要用太极开运化解法和风水方面的条例相结合 才能有较好的结果 祝大家都能风生水起